大家好,我是游子 今天是浇水日 所以一早起来我就去浇水了 叫到这个种植床的时候我发现 哎哟,这个紫鼠啊 长得密密麻麻 把我的南瓜、冬瓜、蜜瓜 全都盖住了 哎哟,黄花菜,你看 都开花了 现在才知道黄花菜种五颗 根本就不够吃的 哎,现在就让它种着吧 如果有收子的话 这个种植床给它种半个种植床 这样才有新鲜的黄花菜吃 看看这里 哎哟,这两个枯黄的枝要剪掉它 这个是之前种的两个蜜瓜已经收了 另外两个蜜瓜各接了一个 还有一个边上有一个小蜜瓜 哇,产量还真不低哦 这是摘掉的两个蜜瓜的一个厕纸 给它们好好的浇浇水吧 早上起来九点半了 换好衣服就去花园里 给菜菜们浇水 现在已经十一点半了 我开始做午饭 今天的天是这种蒙热 怪不得好多菜啊 现在都有白粉病 那也没办法 果子还是长的 所以这样的天气就只能这样来收了 刚刚洗了一个澡 现在在洗衣服开始做饭 浇碗水回房间 我一直想吃红烧肉 但是就一直没做 昨天晚上我拿出一块肉 今天准备做土豆红烧肉 还要做一个干丝烧 衍生北极甜虾 我把化冰的肉清洗一下 然后用这个煤气罐的火枪 把这个皮好好烧一下 我仔细看了 因为这个是在中国人买可以买的 所以这些皮啊都没有什么毛 但是那只是表面的 里面毛孔里还是有点毛的 所以我要把它全都用枪烧断它 然后用刀把这个皮啊刮一下 清理一掉烧断的这个毛 好了 我不是一个真正吃肉的人 所以呢 我的红烧肉切的比较小 你看 切了一块块以后 每一块再给它一切二 这样小的呢 我就能多吃一点 如果是大的 我看到就不想吃了 没有焯水 就直接放在不蘸锅里面 放点油 生酱 把这个猪肉放下去 先把它煸 把这个味道煸出来 你也可以焯水啊 一般在中国超市买的肉吧 我看比较新鲜的 我就不焯了 但是一定要放在油里面 让它好好的煎 两边都煎黄了以后 我现在要开始调料 煎出来好多油 这个油我还是要的 因为我准备放点土豆 土豆需要这样的油 少我煸炒一下 现在我就放一点黄酒 黄酒放好以后 马上盖上盖 焖一会儿以后 开始调料 我先放的是鱼露 然后放红酱油调色 再放一些日本酱油 给它们稍微混合一下 现在我就要把它转到高压锅了 倒入高压锅以后 我再加入两片香叶 还有一个吧 五角 现在就把土豆 全都放下去 然后盖上盖 开大火 等它出气以后 再开小火 煮十分钟 就可以关火了 现在来煮干丝跟虾 锅里边我放一点油 然后倒入虾 然后倒入虾 这个虾呢 是熟的 所以稍微翻炒一下 就加一些黄酒去腥 加一点点盐 然后 好好的翻炒一下 现在我再把 错过水的干丝 放下去 再好好的搅拌一下 然后盖上盖 然后盖上盖 让它焖煮 这个干丝呢 买来为什么我要挫水呢 主要是为了去掉一些豆腥 这两样东西其实都是已经熟的 只是为了让它们上味道 你可以加点水 我也加了 加了一点点 但是你也可以做成像汤一样的 多加一点水 都可以的 那个汤是很鲜的 然后开盖后 我放了一把葱 放完葱 就可以起锅了 这道菜很好吃的 虾我是在胃上面买的 这个虾 如果做 也很好吃的 我有做过 我把视频连接放在下面 你们可以去看 这个虾 每一个虾的虾头 都有虾子 所以特别好吃 欢迎你摘的馅菜 我只吃了一半 今天把另外一半 也煮了 锅里放点油 放点大蒜 哎呀 没想到这第二包啊 特别的多 我都可以分三次来用了 现在放了盐以后 我都不敢去炒 就盖上盖 让它焖熟吧 实在是太多了 应该留一把出来 来做皮蛋汤啊 但是想到花园里 还有好多呢 所以也就没有拿出来 直接盖上盖 就让它慢慢焖熟吧 已经历秋了 所以 夏天的菜 有的我要把它采摘 拔了 然后种秋天的菜了 我已经育了 上海青的苗 这个子呢 是朋友送我的 没几颗 我没舍得吃 就让它种了 长子了 结果 长了好大一包 哎 这几年我都不用买子 想吃鸡猫菜 撒一把 想吃青菜 就给它种一点 上海青的苗 前几天我已经撒了纸 你看看 长得那么多啊 等它挡到三片叶子了吧 我就准备把它移到前院 种毛豆的地方 那毛豆是肯定没有了 然后把那些线菜拔了 因为线菜 现在再长下去 它要长纸了 然后就把这些小苗 种下去 青菜啊 要一摘 它才会长得大 长得壮 嗯 鸡猫菜就不需要了 今天下午的时候 我去把那个生菜 罗马生菜籽 也拔了 这颗生菜籽 长得不是很多 籽收的不多 没有小青菜 只收了那么多 不过 有就可以了 有几颗已经掉在 这个盆里了 它而且已经就发芽了 这些菜籽真的很奇特 种下去 让它长子 掉到土里 马上就给你出生菜了 现在发芽出来四颗 别看只有四颗 整它长大了 这个盆还不够呢 这个盆啊 最多种一颗 现在再来看看 现菜 哎呀 其实现菜也是 种下去就那么几颗 它需要好大的地方 给它长大 这样你就一直可以采收 我是比较麻烦了 吃一段现菜 就想吃别的菜了 所以 现在好像有点吃厌了 下次菜摘后 我就要把这些 现菜全都拔掉 然后种 秋天的绿叶菜 好了 现在可以起锅了 那么大一盆 晚上 又可以吃洋葱面了 花园里摘了好多小的番茄 然后看人生果 也已经悠悠熟的了 所以我拿了黄瓜 人生果 再放一把小番茄 做了一个沙拉 番茄我把头去掉以后 清洗一下 都不用切 直接就放在盆里 这个大小 一口一个正好 今年我都没种小番茄 它自己长出来两颗 所以 就顺便做成 沙拉 哎呀 放一点 意大利的作料 绝了 现在再看看 我的红烧肉 都熟了 现在我要开盖 让它搅拌一下 再煮一下 这样它的味道 就都到了土豆里了 我尝了一下味道 哎哟 香的不得了 太好吃了 完了 今天好像没做米饭 这样的菜 一定要有米饭才好啊 煮个一两分钟就可以了 现在我放一把葱 就可以起锅了 我用了我们家最大的那个碗 成了满满的一大碗 最后又给它加了一把葱 这个红烧肉啊 你们看到没有 从头到尾 我没有放一颗糖 我就想尽量少吃糖啊 我也没放水 水是调料里的水 但是味道好好吃哦 哎呀 我真的得做米饭啊 我们开饭啦 天很热 我又干了累了 所以就去拿了一罐啤酒 一口冰凉的啤酒下肚 好舒服啊 今天的菜也特别的配我的胃口 但是我好像有点累了 吃不太冻了 不过我知道 现在我如果吃不了很多的话 晚上一定会吃很多 我等于是从昨天晚上八点以后 就没吃过什么东西了 花园里我还摘了这个韩国人的紫苏 我想来试试 如果放上红烧肉 是什么味道 我也想尝尝这个紫苏 我到底喜不喜欢 我吃了 我吃了 说实在的 如果是包生菜 一定很好吃 包这个紫苏 你看我那眼神你就知道 瘦瘦 反正不是我的菜 所以大家如果都种的话 也不要跟风啊 我不觉得这个紫苏有什么好吃的 吃一口干丝 哇 干丝还是那么鲜 那么好吃 然后再来吃一口虾 那个虾 那个虾真的 你放在嘴里啊 把头拔出来 尾巴拔出来 身上全是紫 太好吃了 这个虾我一口接一口 一口接一口 差不多一半给我吃了 然后晚上 我估计那一半 也会让我吃掉 干丝有可能我吃不完 馅菜 沙拉 红烧肉 我估计都吃不完 明天我就不用做饭了 明天我把我做的金仔花 肥皂 展示给你们看 那我就吃饭咯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你的关注